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法者的生活頻道 今天說什麼呢? 就是說聲鐘,聲鐘的面試 其實法者先說一下一些背景 如果大家不想聽廢話,就直接去到我講聲鐘的部分 其實法者是2019年開始做這個頻道 但做了不是很多條片之後就停了 整個疫情基本上我都沒有做片 疫情結束之後我就有點好奇 看看我這個頻道搞得如何 誰知道多了一百百多的訂閱者 還有有人一直看我的影片 其中最多人一直看的影片就是聲鐘的影片 而且我看到以前的聲鐘,其實只有幾條 在樓下會有支持和反對的一些意見 在這裡說一點背景 其實法者是有幫不同的學生 專門補聲鐘面試的 也有幫大人去見工的面試 法者也有做的 而在我手上的學生 也不是那些很飆青的學生 結果他們也進入一些心儀的學校 扣門是扣到進去 今天就和大家講一個 就是大家小六學生 很多時候面試當中 經常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哪一科你是最喜歡的 或者哪一科你是最有問題的 怎樣展示給那個面試官聽 首先講最喜歡的科目 最喜歡的科目 其實你不需要很冷靜地說中英數 這些科目 除非你真的喜歡 所以那個重點是 你真的喜歡那個科目 例如數學為什麼 可能第二時自己想做數學家 或者科學為什麼 因為我想第二時做科學家 你可以在這個志願方面去講 又或者你講中文 你可能很喜歡寫作 也可能很喜歡看書 總之是一些真正的原因 有時候可能你會說 我的兒女或者我自己 我一個小六學生 我在看這段影片 我沒有什麼 哪一科特別喜歡 其實你可以再講 音樂科也可以 體育科也可以 例如音樂科 你是很喜歡唱歌 例如你自己是合唱團的團員 你可以說 我很喜歡跟一班朋友一起唱一首很好聽的歌曲 去表達那首歌的精神 或者情感 例如體育科 就是因為自己本身都是在球隊 或者是什麼運動隊裡面 是代表學校去比賽 如果是團體運動 你可以說 因為跟一班人是共同目標 共同進退 無論輸或者贏都是有得著的 其實是很容易講的 例如英文 可能你有一些心知 你有一些偶像 偶像是一個外國人 你很想知道他多一點 了解他多一點 又可以 其實如果是講喜歡的科目 是比較容易講的 其實因為你喜歡的科目 在這個題目裡面 一個考官會看到你的 一些興趣 你的 personality 你的個性 其實我曾經見過一個留言 例如你在面試 其實要講完自己的優點 其實不是的 優點的東西 例如讀書 你拿過什麼獎 其實在你的報告 都看到了 其實你在面試的時候 是看小朋友的談吐 他的性格 他是否很驕傲 還是他去表演自己的活動 他也是一個很虛心 這樣去表達的小朋友 所以其實面試 最重要是看小朋友的個性 有沒有自信 有沒有太驕傲 我想最喜愛的科目 應該也很容易 剛才提到過 如果你喜歡看書 他可能會繼續問你喜歡看什麼 所以千萬不要作弊 一作弊 便會失敗 然後面試會失敗 然後到第二個題目 你覺得哪個科目是你的藥項 不如我講一下我的學生的親身經歷 通常都是中文的藥項 我本身是補中文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都知道 一個學生的藥項為什麼會藥 但其實你要一個小六個學生 去講出自己的藥點 在哪裡是很難的 因為很多時候 現在的小朋友都不太知道自己 在哪裡 譬如中文 很多時候我的學生 你不可以說 因為我為了教功課 因為字很難 你不可以說這些 但要找到自己的藥點 你可以說 其實我也有補習的 我的補習老師是這樣說 而我覺得也是很合理 譬如中文的閱讀理解 很多時候都是要講一些情感上的理解 我自己發覺 小六學生 甚至是中學的學生 其實在情感方面很難理解到為什麼 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比較幸運的人 沒有怎麼遇過很大的挫折 父母也很愛自己 所以在一些情感上 尤其是逆境上的情感 我未必可以完全理解到 更何況要寫出來表達出來 很多時候要講一些人生的東西 要去理解一些人生的經歷的時候 其實我未必有足夠的裝備 或者足夠的情感去理解到 作者要表達的東西 不過我知道這個是我的弱點 所以我已經是努力去看多些書 看多些新聞了 但這件事你真的要在面試之前 是要開始看那些書 如果不是又是問你 那你開始看什麼書 你又是問到嘴嘴嘴 或者我們說一下英文 英文可以說 因為自己是沒有一個語言的環境 令自己是可以經常用英文的 但是通常你說完弱點之後 你要說一個解決方法 譬如我也知道這個弱點 所以我也多看英文的電影 聽多些英文的歌 或者是用ChatGPT去學英文 我覺得現在你可以說ChatGPT的 因為這是一個社會世界科技的趨勢 你一說 可能你的考官又會覺得 都挺貼近我們這個社會應用的科技 無言之中 你又可以透露一點自己 與時並進的一個個性 數學 很多女生的數學 可能都不是太厲害的 那怎麼辦呢 可能是關於自己的邏輯 可能比較弱點 你可以說我的數學會弱點 因為我看到數學很害怕 看到一堆數學 我不知道如何跟他們 是有一個關係的建立 因為我本身是文科 或者是語文方面強一點的 我看到數學 我就覺得有點害怕 你也可以是這樣說的 因為其實主要是看你的對答 看你自己知道自己的弱點在哪裡 數學的 唯有多些做練習 嘗試找到一個方法 令自己可以跟他們更容易溝通 你也可以這樣說的 但是你一直說的時候 你又拉一點 因為我自己的語文是比較喜歡的 你可以在弱項當中 拉一點自己的強項 出來說 那弱項方面 如果你不想說中英數 其實看你的成績表 都大概知道你哪些是弱項 如果你是勇於承認 我覺得會比較好些 你不要選中英數 有一個是不合格的 然後你說的弱項其實是音樂 其實就太奇怪了 考官會問 但是我看到你的弱項 最弱項不是這項 如果你真的是品學兼優勒 最弱的弱項 你沒理由說我沒有弱項 你可以說自己的體育或者音樂 音樂 你可以說我本身是五音不全的 但是我覺得我也很喜歡音樂的 你弱項不代表你不喜歡那樣東西 我其實也很喜歡音樂的 因為音樂是可以表達自己的情感出來 體育也是一樣的 你可以說我自己的體育是比較弱的 因為我手腳可能不協調 但是我也不會放棄的 可能你就會說 會做些游泳的活動 令手腳比較協調 因為其實很多學校都好看課外活動 你也可以加一點點 就說我弱項是體育 因為我本身是比較文靜的 我本身是喜歡彈琴 拉小提琴 但是我覺得運動也是一個 陪伴自己一輩子的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令自己健康一點 你可以發揮 可以的 其實在這個問題裡 你可以發揮自己的其他可以聯繫到的範疇 但是當然不可以太突厚 為了表達自己的優點 硬拉出來 所以那個重點是自然 所以自然可以怎樣說呢 我之前那幾集也有說過 就是你要不斷把這些東西不斷說 你不能背 可能如果你作為家長 就可能要和你的子女很自然地練習 練習到他已經一聽到出來 已經可以把裡面的東西說出來 不是要想一下 呃呃呃呃地背 所以那個談吐舉止是很重要的一環 內容可能有時候是次要的 那談吐舉止是怎樣練回來的 當然就是一個品格上 所以這方面的家長 就要多些和小朋友去鍛鍊 留心一些的 那去到臨場發揮的時候 就會事半功倍了 那這一集呢 希望大家都有少少的得著 有少少的啟發 還有你可能會覺得 中間可能有些東西我想改一改 行不行 是可以的 是沒有一個死故故的一個版本 你聽到我今天說的話 你可能消化一下 然後就找到一個最適合你的子女的方法去說 因為每一個的小朋友都是有自己的個性 他可能文靜一點 你沒可能逼到他變成一個很外向的小朋友去做這個interview 所以其實應該是以你自己的小朋友的個性來做一個出發點 那希望大家都入到一間心儀的中學 那希望大家subscribe、like和share 那聲鐘的面試問題還有很多的 那也都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那有什麼問題大家可以留言給我 或者在IG和我私信也可以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來自私 去等你 我先把我承知 幹